面包彩虹 勇敢的想 牽著 你冥冥的曝光 哈囉大家好我是嘎嘎老師 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歡的影片論壇 也是跟著我看影片學唱歌的時間啦 那麼今天要看的這首歌呢 是黃霄雲在當打之年這個節目上面唱的 你的答案 那你的答案的原唱是阿榮 那我們也做過這個歌手之前另外一首歌 與我無關的影片論壇 大家也可以去複習一下喔 那黃霄雲這個歌手呢 大家應該知道這個歌手就是以 焦高音著稱的 我們之前也評論過他唱左手指淵的首歌 那大家也可以去複習一下 那我們就一起來聽聽看這首歌吧 Let's go 好 先等一下 還沒進主歌就想忍不住講一下了 啊哈 Goo 這可以A4已經進魂上去了 前面的話大家可以聽得出它是用一個比較 輕柔的音色去唱 那相對於扎實的音色來說已經是比較 好抓到的音色 那如果大家想要抓前面這個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彈唇的 然後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唱不準的話 麻煩放慢速度之後再加快 好不好 好 那麼就進主歌咯 接受所有的 嘲諷 迎著風 如花彩虹 勇敢的 向前走 OK 先到這邊 OK 我覺得它的主歌可以剛好跟大家說一下 不是只有高音有輕柔跟紮實的音色 低音也是有紮實跟輕柔的音色的 我們來比對一下 也許世界就這樣 也許世界就這樣 勇敢的 勇敢的 然後要說它的抖音也是處理非常好的一位歌手 他們每一句尾音都有唱抖音 我也還在路上 上 沒有人能訴說 說 唱歌有感情跟沒感情的細節 其實就是尾音的抖音是不是有給它唱出來 所以大家記得 之前這個教大家怎麼練抖音的影片 已經出了非常久了 還沒有練得趕快練起來 基本上要在渾身區唱紮實 而且它拉長音唱抖音 一定要對渾身區非常非常熟 所以如果你在唱的時候 是唱黃霄雲的版本 然後覺得這句非常難唱的話 就代表你渾身區可能還不夠熟 我們之前講過的渾身區最簡單的 彈唇的練習麻煩 大家趕快去練起來 好 那麼繼續往下聽它的副歌囉 好 OK 先到這邊 副歌大部分是落在A4這顆音 剛進女生的混身區 但是它還是要混聲音的一顆音 所以有些女生可能會覺得 好像唱得到 但有一點點小緊繃的感覺 這個其實還是沒有完全會唱這個混聲區 記得還是要練一下 好 這個不推薦大家這樣唱 這個其實唱現場真的會很容易走音 大家說是不是如果大家有這樣唱的話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如果你唱這顆音是這樣唱的話 絕對會很容易走音 你要嘛就是選擇一個輕柔的聲音往上唱 要嘛就是一個紮實的聲音往上唱 丟起所有的負擔 就是輕輕地掛上去 丟起所有的負擔 兩個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要 不要換聲音 對 真的很容易走音 好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了 因為聽說精彩在後面 也許世界就這樣 也許世界就這樣 我眼還在路上 沒有人能訴說 也許我正面沉默 眼淚是人眼眶 可又不敢落落 我低著頭 期待背著 接受所有的嘲諷 迎著風 好 我必須說他第二次主歌 某一些字其實加了一些額外的筆音 那如果可以的話大家在唱的時候 就是盡量不要加那些額外的筆音 因為不然他聽起來其實會 有點奇怪 也許世界就這樣 我也還在路上 一點點沒有很多 但他的確是有的 我們再聽一次 我也還在路上 也還在有沒有 沒有人能訴說 好 訴說他 訴說 訴說有點變訴說了 所以建議大家在練的時候 不要加到那些額外的筆音 不然有時候 沒有看字幕其實會聽不出來 你在唱什麼 好 那我們就往下囉 你這光就驅散黑暗 丟起所有的負擔 不再負擔 OK 先到這邊 他前面主歌的最後一句是選擇 完全不換氣直接接到副歌 所以大家自己在唱的時候就知道 副歌最後一句的前面那個呼吸 記得來吸大口一點 不然你可能會接不過去 就沒辦法像他一樣這樣直接連過去 所以大家記得那句 一定要吸吧 OK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聽囉 我懂了 大家應該是想聽剛剛那一段吧 大家應該是想了解就是剛剛那段要怎麼唱對不對 我懂了我懂了 那這邊要怎麼練呢 大家先不要貪心 我們先從彈唇開始 因為有些人可能連彈唇都彈不到這個音高 然後你覺得你的彈唇好像有聲音之後 我們再去練呼這個練習好不好 我之前在怎麼唱海豚音那支影片裡面講過了就是 唱海豚音的能力基本上跟你的聲帶壁合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這個音域唱不到的話 先回頭練你的聲帶壁合 那我們之前出過就是從頭教你怎麼練聲帶壁合的影片 哇今天複習了非常多的影片 大家趕快去練一下 好那麼應該是最後一段了 把它聽完吧 我會遠過黑暗 打破一支空間 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有迷之光 就去在黑暗 偷取所有的負擔 不在獨單 也許世界就這樣 我也還在一路上 我也還在一路上 沒有人能訴說 也許現在我只能沉默 原來是淋花 可又不甘 惶惶 我腰太高 好高喔 好這邊呢他唱了一個 算是轉音吧 能訴說 應該是這樣子吧 之類的 然後一樣就是這種轉音沒有別的方法 就是從慢到快的訓練 這樣是不是就聽得很清楚了呢 雖然說他的聲音變得很奇怪 但你這樣就可以聽清楚 他每一顆音到底是唱什麼音 就可以跟著從慢到快去練他了 好那最後總結一下 就是黃霄雲這個歌手 基本上浑身訓練得非常非常好 因為他是練聲樂出聲的 所以他的那個 那個也唱得非常非常好 那其實我個人覺得他中間 有一些高音就是稍微緊繃一點的地方呢 大家就是唱的時候記得 嘴角稍微收一下 去找到那個比較不緊繃的音色 你自己唱起來就會再更舒服一點 這首歌基本上很考驗基本功 就是你的聲賴閉合好不好 本身去唱的好不好 扎實跟輕柔的音色控制能力好不好 所以大家記得那些基本功都要把它練起來 今天提醒大家的非常多要複習的影片 大家記得一定要去複習唷 好啦那今天影片論壇就到這邊 大家如果想聽我評論哪首歌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喔 那另外我們歌唱異整的市營運終於開跑了 那麼第一首要幫大家異整的歌就是 我們的愛這首歌 那這個異整在週六晚上七點到九點的時候 會在IG上跟粉絲連線 所以如果你們要來看看的話也是可以的唷 那最後還是要跟大家推薦一下 在這支影片上你看到的 耳機、麥克風、電子琴 都是我親測過非常非常好用的器材 CP值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那麼之前也有拍過影片介紹過這幾個器材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看看這幾支影片喔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記得按讚加分享 也不用忘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開啟通知的小鈴鐺 我每個部份都會更新影片 所以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最後也不用按讚我們的Facebook 追蹤IG以及加入我們Liant 你可以在上面詢問任何問題唷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嘎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